台湾店隔9月1月份老在店隔 这支店隔除了厚务的支店隔 北港也有几位店隔 包括到这一桌头最上街店 调天间马祖廟的传统街店 也还有航子来的店隔店 其中航子来的店隔 它就北港感觉说有重心 所以感觉说也特别邀请 吴之日老师来吹卫传统的公子店 还有在公子店隔壁店隔壁商店隔壁商店 通过出门的公式 今UK的店隔壁慢慢的行商 跟月宏也准备了三四百个公子店 包括UK做过来的优秀 北港港月宏 呼叫台湾定会北港区的航子来订阅 所以这几天 刚做人员是没有他们做最后的工作 并准备三四百个公子店 要挂在航子来 挂的部分应该有两百个 没有挂的部分也有大概好几百个 这边的固中柴伟保分已经不好了 сразу来都要在管内扇里 奇怪这里怎么会这么多病 本来这是老生創意 我们这次啊非常高兴邀请到 我们黄水水老师 他来创作我们北港以前传统的古阿町 然后老师他就是很特别 就是说用反写字的方式 去呈现他这个灯笼的一个意象出来 然后我们这次就是说 把台湾的鲤鱼 还有北港的一个诗词 还有我们鼓励的话 制作成很多的 大概有三四百个灯笼 在我们北港的巷弄灯会 去把它呈现出来 柴伟古阿町比较更简单 因为这里不是每个人都写出来 写反字人家没有人要 但是在刻板的时候 在刻板的时候一定要用反字 所以因为我有在刻板 所以要练习写反字 写反字大家都在刻印章 刻板才用得上 我们把它应用在今年的等位 反字有时候可以让旅游客来 他无意之中他会去注意 而且这些都是一个吉祥话 让他们去拆 但柴伟把你打了后队挂起来 相信这三四百粒 甚至更加多挂点挂在航子里一定精髓 也计划定会期间 有机来到这里 可以好好享受 记者 估计品 彩虹 估计 请不吝点赞 计划定会期间 请不吝点赞 计划定会期间